在1973年4月挖出了这包整的墓 因为当时建厂一个需要 只好把它迁往其他地方 但是当第二次打开的时候呢 为何让所有的母亲口袋 这里面发生了什么呢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合肥看一座 这地府阎王的墓 它就是宋朝的大清官 包整 而且它的地宫也是开放的 这前面呢 就是它整个墓园的一个造地 包孝树公墓园 这个孝树呢就是为它的一个嗜好 它判案呢是大公无私 所以呢在它去世之后 很多民间传说 它就在地府做了阎王 这两个说句呢就是为它景区的一个大门 这块石碑呢就是为神岛碑 在上面呢就是记载着包孔的生平和政绩 这整个墓园呢是非常清幽 这包孔呢可以说是无闻不知无闻不晓 它在历史上是留下的证词 也是还有这个戏剧都是很大的篇幅 这是它的一个神秘门 在这上面呢都是有营连和匾额 在当时呢这包孔它是在开封左官 这开封呢也是北宋的一个都城 它为什么会葬在合肥这个地方呢 因为呢这合肥就是为包孔的一个故乡 哇树叶飘落 在两方呢它是有很多的实相 首先看到的就是为一对目标 再往前方它有这个死虎死羊和翁重 在这个季节素颜落下是非常漂亮 这左右翁重呢它也是围着宋朝 官员的形象 在前方就是为祭司包孔的地方 享堂 在前面呢有一个大香炉 这香炉造型呢是非常漂亮 在它上方呢像一个亭子 而且全身是布满了很多龙的雕刻 香火呢非常旺盛 在这大殿里面所供的就是为这包公的灵位 在这上方还有这清代的匾额 这包公的故事呢是很多人从小就听 所以呢在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是非常的激动 大清关包整的墓 它整个这个墓种呢是成这个方形 因为呢在宋朝则以方为贵 在前方就是为它的墓碑 在前方有供台还有祭台 在这个祭台上面都是有兔文 青龙 这是一些石香炉 还有石香炉 在上面是送苏密父使包孝树工整之母 这个苏密父使呢是非常了不得 包子呢给人印象是文官 是审案子的 但是呢这苏密父使它是五职 当时岳飞就是做到苏密父使 很大的权力 这很多故事呢讲的都是包公在开封板 现在呢他在那里只是他人生的一段经历 他一生也是做过很多官职 在这个墓种之下 他到底是不是包整真的墓 我们到他墓室来看一看 公正无私 整体的这个包公给人感觉都是 刚正不阿的感觉 从这里开始进入 在这整个的墓园呢 他是不仅有着包公的墓 还是他整个的家族墓 在前方呢就是为他妇人的墓 夫人董事 在这两旁是他大儿子 大儿媳 上面的墓碑也是按宋朝的一个形式 在以前呢 这包总的夫人董事 和包总呢是一桌合掌墓 在后来所规划的这桌墓园 是把他们给分开了 在他旁边呢就是为他的二儿子 和儿媳的墓 这往前方呢就是为他一些 家族进车的合掌墓 这个包公呢他本人是刚正不阿 并且呢他对自己子孙也是非常严格 在这里呢有一块碑 上面呢都是为这包总的家训 他中庭的意思就是为自己的后代子孙 若有坐监饭客者是不允许葬入祖林 现在呢我们开始到这包公的地宫去看一看 看那遗谷在不在里面 这里呢是他的一个地宫入口 现在呢我们从这里开始走进去 他整个这个墓室呢是在他这个墓中的正下方 在两方呢现在放了很多灯 在这个石刻之上是放了很多这个图刻 而视效图 现在他整个墓室呢全是由这个大师所继承 形成着一个拱券 在这整条道路呢他并不是垂直通向墓室 需要从这里拐弯 在这正前方就是为这包公他的主墓室 他墓室结构呢也是比较简单 是分为这个前室后室 这里是为他的一个前室 在后面放棺果的地方 就是为他的一个后室 在前室呢有一个墓室 当然呢这个墓室是为后期所仿 因为在当时是已经碎了很多块 这一座墓的地宫的墓室呢 对这个考古和历史来说是非常重要 因为呢可以知道这是谁的墓所发现 并且呢上面都是一些详细的生平 可以看到他的一生 甚至呢比一些史料记载还要准确 现在他整个的后墓室呢是被封住了是过不去 但是透过这个玻璃 还是很详细的可以看到整个的后室 在中间呢就是为包宫他的棺果 他这个棺果呢也是为金丝楠木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 并不是为着包宫一个真的墓之所在 在当时被考古发现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是建了一个新的墓园 重新把包宫的遗骨放在这里 但是呢在当时就发现 这包宫他所用的棺木呢是为金丝楠木 但是毕竟过了很多年 这个棺木呢是已经腐朽 这是用了几块木板 所以在当时就考虑给包宫换一个新的棺木 也是用金丝楠木 浮原成当时的一个样子 但是这种木材呢是非常难找 所以呢当时就有一个人出去采购 去寻找这种木材 终于找到 没有想到这个卖木材的人 就是为这个包宫的后代 当时包宫后代听到之后呢 他买木材要为包宫建棺木 所以呢就是无偿捐赠 所以呢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个棺木呢就是为这包宫后人所捐赠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地宫所放的 是不是为这包宫他真正的遗骨 现在在当时这包宫墓从出土到现在 安在这里是非常很波折的一段 因为呢并不是只有这包宫自己 是整个他家族很多人 在当时就没有一个很好的安放地方 所以呢在当时就让很多的包宫后人非常着急 如何来重新安葬自己的祖先 在当时几人商量之后呢就把自己的祖先 移到自己家旁边的一个小房子里面 呃然后呢再找其他地方重新安葬 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一放 就放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呢也不是办法 后来就重新商量要为这些祖先重新打造棺材 因为当时的木棺是已经腐烂 当时所说的资料呢是打的是石棺 然后呢打在石棺中呢还要找地方重新安葬 这有当时有一个人 这个人呢很多人都委托他 也是由他亲自将这石头具棺材亲自埋下 因为这个人呢在平时就很正派 所以呢很多人把这个事情委托到他 就非常放心 所以呢除了他自己知道买在哪里 没有人知道 再试过多年就有很多人想把鲍鲁木重新安葬 但是根据当时一些老人 他们一说之隐 就来到当时那片地方去挖 没有想到当他们一先挖下去 只看到几个陶罐 这与当时所说的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当时那位老人他买的时候呢 据说是石棺 还现在只看到几个陶罐 只要很多人一路一梁 接着往下去挖 挖到了11个陶罐 但是呢数量也对得上 当时呢很多人心中在想 也许呢当时那位包式后人 说是用石棺下杖 最后呢是用陶罐 最后呢就把这个陶罐放在哪里呢 放在现在这个墓园 他的想堂这里 有一个人呢他耐不住心中的好奇 他就把这个陶罐打开 轻轻地打开去看一看 把罐子稍微一歪透着光 看一下里面 这一看不要紧 一看吓一跳 魂都飞了 这是为何呢 因为看这罐子里面是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既然这里什么都没有 那真正的包子的一股 他在哪里 那这是一个陶罐 又是谁所埋下 这种种的联想 是浮出人们的脑海 所以人们就开始找 当时那位包式后人 但是很不幸 那位后人呢 已经是经过很多年 是已经去世了 所以呢 就开始找他的儿子 这么重大的事情 他会不会告诉他的儿子 但是找到他儿子 他儿子说 他的父亲什么也不能说下 他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到这里呢 整个线索就断了 包括当时很多的包式后人都找到 对当时的经历没有一个人知道 虽然就很多专家猜测 这个人呢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想让自己的祖先 在那个地方是永远安葬 这个问题是目前还是不从得知 但是这整个墓园 是引荐好 这整个陶罐是准备 放到地宫安葬 但是如此是好 最后呢 没有办法 有人想到 有一地方还有包子的一股 哪里呢 就是当时出土时呢 在送往北京的几块遗骨 在那里所研究 最后呢就把这几块 当时所研究的遗骨 要了回来 重新放到现在所看的包公母 它下面的地宫 属安葬 就在现在的棺谷之内 但是呢也只是仅存的几块遗骨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极块小鱼 根据当时的很多出土人来说呢 这包公 包括它很多家族墓 当时出土了很多的骨块 有很多骨架非常大 还有很多是包括头骨 那么小的陶罐 是根本不可能放得下去 所以呢到如今 我们来这个地方 来整个的包公母 来祭典一下这当初的大清官 但是在当时那座真正的包公母 葬在那里 恐怕现在已经是无人知道 好 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包公母 居然看到这 下视频见 记得点赞